大家好,各位早晨 這齣已經是Scream的第六集 很多這些slasher movie 如果他拍到第六集,很多時候是難得不看的 從這個角度 也算是難能可貴,因為起碼這齣戲 不難,我覺得OK 其實我不太記得第五集是做什麼的 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過 因為在Netflix那裡有得看 但我這樣說,看完第六集之後 令我有興趣,我會想回頭去再看多次第五集 那種感覺 也是一個很正確的經驗 不然你不會想再看上一集 重新一下那個記憶 這個故事是延續上一集的 但上一集我有看過 但我真的不太記得是怎樣的 但在這集 看看之後 很多東西我又會記起 所以我覺得對很多其他人來說 你也不需要去做Research 或者要看第五集 說什麼才看這一集 我覺得是不需要的 我自己也覺得OK 他這集的故事 接著上一集 上一集死不去的角色 在這一集 他還有出版 這個故事 因為他主角是兩姊妹 即是在家 即是他身邊一些朋友 但主要是那兩姊妹 就說他們 發生過之前的事情之後 他們都受了很大的心理創傷 就是在家裡 各方面 特別是那個姐姐 對那個妹妹 就是overprotective 即是經常想保護她 在這個時候 就突然出現一些兇殺案 然後就是打擊那兩姊妹 即是那個ghost face 即是那個鬼臉 那個人 好像又回頭 要搞他們 但是當然他們不知道哪一個是兇手 然後整齊戲就是一個 slasher movie 即是說那些人怎樣死 即是他殺了什麼人 另一方面 也有一點點 就是懸疑的 那些元素 你可以猜一下究竟是誰做 即是當出現那個兇手 究竟有哪一個角色在畫面上出現 應該不是那個人 因為當那個兇手出現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 你也可以參與 猜一下 大概是那種類型 你看到Scream 你都知道了 首先說一些角色 因為我覺得Scream 比起很多其他 這類型的slasher movie 我覺得他比較特別的 是他那些角色 尤其是之前 第1,2,3集 即是那些 我就不是特別喜歡那個女主角 雖然很多人談論那個女主角 但是我很喜歡那些配角 即是我很喜歡那個gale 我很喜歡那個dewy 所以那些配角很精彩 就為出的東西加了很多分 即是有時候甚至乎是 想看下一集 是想看那個gale和dewy 即是他們發展成怎樣 即是想追求他們的故事 即是看看一下 即是變成這樣 即是有很多add the value 在裡面 即是變成這樣 那麼 他這個系列 即是他拍到這一集 即是那個dewy 這些不算穿巧 因為不是這一集的東西 即是他已經死了 即是已經沒有了那個角色 即是Gale 之前那個女主角 即是Gale 即是他得很少氣氛 之前那個女主角 就簡直是沒有出現 所以你可以說 很多都是新的角色 已經是 即是我覺得 都不錯 即是新的角色 即是我覺得是 Growing on me 即是我越來越喜歡他們 即是例如 即是有個短頭髮 經常在說電影的那個女生 即是我看看 我一見她 我就有印象了 上一集我最喜歡的角色 就是她 那這集又有她 我還是覺得她挺好看 她主要的那幾個角色 即是我也覺得不錯 即是她那些Creative 即是那些編劇 即是那些編劇 導演 即是她維持那幾個主角 她也不輕易 整死他們 即是給他們一個機會 繼續有多些演出 即是有多些時間 和那些觀眾培養感情 我覺得是挺好的 即是我覺得那幾個主角 即是她 即是她 未去到 好像以前我這麼喜歡 像Dewie和Gale 那個level 但是呢 我也挺喜歡他們 所以如果去到 下一集 即是這一集 剛開始的時候 我對他們沒有什麼印象 但是看了一會兒之後 即是那些印象就回來了 我相信呢 我繼續看下去 再看下一集 我是會開始期待看到那些角色 以及我相信我應該是會記得他們 即是一開始我就應該是會記得他們 即是那個印象是越來越深刻 即是我覺得她營造過一些角色 即是開始活動 即是她投資了下去 有那個investment 即是有一些的回報 即是我覺得是 另外呢 她這一集 她有一些舊的角色回來 即是剛才提到有Gale 這個就失望一點 因為她只有很少氣氛 但我覺得都合理的 因為她是想 換一些新人 開始 還有呢 有那個Kirby回來 Kirby呢 是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是之前有出過 通常那些角色 即是一集集出一下的角色 其實是沒有印象的 其實是 不記得誰打誰 誰死了 但是Kirby我很有印象 那一集 我最喜歡那個角色 所以我很有印象 所以這一集 咦 竟然有她 我覺得挺有趣 但是她就沒有了之前那種 魔力 因為之前我很喜歡她 我覺得她很過人 有些很過癮的對白說 我覺得她很帥 那樣 但是這一集 她普通了 她做過警察 那樣 我覺得有點曬了 見到一個舊的角色回來 是好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 有多些精心安排 有些特別的事情 讓她做 就更加好 現在 就是 不一般的 我覺得是有點曬了 那個角色 不過 Anyway 那些角色 所以我覺得 是不錯的 至於 那些 事情 那些 殺人 那些 那些 上場 我覺得各方面都不錯 那他自然 這些戲 當然有點 jumpscare 但是 不是太過分 我覺得是一個合格的 slash movie 如果是 殺人 那些部分 但是我覺得哪一個 殺人的位置 我覺得最好看 我覺得是第一個 我覺得是一開始的 Samara Reaving 死的那裡 一開始一出來那一刻 我覺得那部分 拍得比較好些 但整體來說其他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 最不好的 就是懸疑那部分 我覺得 因為他的故事其實是很廢的 由頭到尾 懸疑 好像有一點邀請觀眾 猜是誰 猜是誰是空手 到最後 有什麼好猜 到最後 感覺很浪費 猜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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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上就是 事夠彈 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你想回頭 他講的那些 他講的那些 那些空手 他做那些什麼 如何去騙人 那些 就是 你會覺得 在他中間很多步 都不可能會實行到 天馬行空 亂叫這麼離 根本上就是 所以 所以 因為他 他不故弄完 他完全都不 嘗試去邀請那些觀眾 去猜一份 那是一回事 你都不會去猜 但是 他邀請你去猜 你就會有些期望 你猜了 It better be good 應該是 那些 你才叫人去猜 那你不可以 亂來 然後邀請人去猜 那就不禮貌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 最弱的就是 故事的環節 但是 幸好 他的角色不錯 挺有趣 也挺有趣 所以 我覺得 可以補救很多 整體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續集 不是超好的 但是 比我想像中 好好的 因為不是這麼多 slasher movie 拍到第六集 其實還可以看的 所以 這槍我給的評分 就是市價 有機會 都可以找來看看